大家好,我是顾女琼博士,今天传来一个好消息 一款由美国辉瑞公司研发的新冠疫苗 在临床三期实验中显示可以防止90%的感染 这是一款mRNA疫苗,代表了疫苗开发的最新技术 这类疫苗还没有上市过 辉瑞的实验招募了来自多个国家的43,538名志愿者 11月8日下午有著名统计学家和4名传染病 专家组成的委员会召开了视频会议 首次审阅了实验数据 随后专家组召集了公司代表 通知他们这个疫苗已经成功达标 先前预计首期目标的有效性将在60%到70%的范围内 而CEO表示超过90%是非同寻常的 这款疫苗将在美国感恩节左右上市 将免费提供给所有美国公民使用 辉瑞是一个非常出名的公司 20年前拯救了所有男人 现在拯救了全世界 仔细看过来 正派的科学家在我们生活中还是非常重要的